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那眼 今天讲的几个事情 有些劲爆主要是关于中美关系的 还有就是中俄关系的 我们先从温和的事情开始讲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 今天就公布了制裁一个中国实体和两名官员的一个清单 这个政府实体就是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 就是整个省相当于 两名官员是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 前任政委孙金龙和该兵团的现任司令员 金副政委彭家瑞 这三个制裁对象都跟新疆发生的 严重践踏少数民族人权的事情是有关联 根据报道 新疆当局伤害了少数民族人权的方式 有大规模任意拘押严重的肢体残害 财政部采取的这次制裁行动 它的依据是13818号美国的总统令 就是叫阻断卷入严重侵犯人权或腐败行为者的财产 这是一个文件 还有一个就是玛格尼刺激全球人权问责法 我们记得本月初的时候 美国也是制裁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全国等4名官员 级别可以说比这次还要高 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他就说 像过去说过的那样 美国承诺要利用其掌握的全部的金融力量 向那些对新疆和世界各地发生的践踏人权的行为 负有责任者进行追究 这是鲁钦说的话 而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呢 他在财政部宣布这次制裁之后 他也立即发表了声明 他说川普政府领导着全世界 对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制裁行动 要让中国为压制民众任意大批的拘押 监视强迫劳工强行教育 被迫提供生物特征数据和基因分析的行为 付出代价 但是就我个人来看 首先这些制裁措施不算是特别严厉 那么到了这个级别的官员 可以说他们很多资产 其实已经到了遣人待持的地步 美国如果只是这种表面上的制裁 就是限制他本人和他们家属的话 对他们压力其实不大的 那么除非是动用更深层次的情报系统 对他们资产待持的情况进行深挖调查 那么这种冻结和限制他的资金才会有意义 再说去不去美国对于他们的意义 到现在来说已经是不大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制裁的级别还是偏低 根本没有很强的威慎力 除非是制裁政治局常委以上级别的官员 我觉得这样才会有些作用 最好是制裁习近平家族的 比如说像他的姐姐姐夫在海外持有大量的海外资产 美国是完全可以行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裁才会有意义 但是据说上次川普将韩正汪洋以及林郑月娥 从出定的制裁名单中删除了 现在还没有准确的消息到底是否会对他们这个级别的人进行制裁 我觉得如果真是像这样的话 说明制裁的威力就大大的见低了 当然我还是期待制裁香港的官员 比如说像林郑月娥 最近香港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首先就是国安法实施以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香港人抗争的行动是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游行示威几乎上没有了 而香港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微弱了 很多香港人在忙于移民在外逃 可以说已经无暇顾及了 香港正在窒息 像今天我就看到像罗冠聪他们六个人被中共通缉 说违反香港的国安法 勾结境外的势力颠覆香港政权 也这样一个罪名 昨天罗冠聪发表了和家人断结生命的一个消息出来了 看得心里确实还是比较难受的 就是这么爱香港的一群人 现在被迫的流亡 还要和家人发表断结关系的声明 我觉得这都是中共做的链 真的是 而前几天传出来 国安委正在清算之前泛民人士的一些言论 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因言获罪 而前几天战中三子之一雨伞运动的发起人 戴耀廷被香港大学就解聘了 那么这个事情的性质 可以说让大家都想到了许章运教授的嫖娼案 说明香港已经变成了和内地一样的一个城市 没有自由度了 而另外一个进报的消息就是 香港将于9月初进行立法会的选举 可以说这将是香港亲民主派在香港地方选举中 获得极大胜利的9个月之后 要参加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选举 可是12名支持民主活动的香港立法会的候选人 在7月30日的时候 也就是星期四被宣布 他们的候选人的资格被取消了 其中就包括雨伞运动的主要人物 校黄之锋 他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这就是完全要求立法会候选议员必须是党的人 否则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 说明香港立法会已经正在沦陷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 他是傍晚宣布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属于紧急法下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 将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的换届选举压后一年 指明新的刑举日期是2021年9月5日 就是推迟了一年 所以20多名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发表声明反对 反对押后立法会的选举 认为这样做等同于引爆了限制危机 无异于窃取政权 动摇香港特区成立之本 其实中共现在已经是指示林郑月娥 基本上是在明目张胆的 废除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制度 也在废除香港的司法和言论自由 可以说就是赤裸裸的流氓行为 所以看来这次推迟选举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到了明年香港民主派的人士 该抓的被抓了 该逃的都逃了 估计候选议员的人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 跟正苗红的中共派了吧 到时候选谁不选谁 其实差别也就不大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需要争取一年的缓冲时间 来大量的抓捕这些民主派的议员 我觉得这是林郑月娥 香港政府的一个计划 一个计谋 所以今天看到一个视频 一群香港警察在抓捕一名不戴口罩的女士 可以说态度是非常之粗暴 就是把手反到后面 那么这个视频其实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我们想一下 世界上好像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居民 因为你外出不戴口罩被抓的 对不对 就连中国现在都没有到这一步 但是香港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大家觉得恐怖吗 不戴口罩在香港街头就会被抓 所以这个场景也让我想起了 新疆防疫人员这几天在挨家挨户的贴封条 为什么新疆和香港两个地方的疫情突然爆发 那么大家觉得和这两个地方的政治局势是否有关系呢 很明显了 这就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气 中国可以以疫情的名义来限制公民办护照 限制大家出境 那么新疆它就可以以疫情的名义来进行封村封社区 将每个人都锁在家里面 封在家里面 将所谓感染的人呢 可以名正言顺的找个理由 把你放进房仓医院抓到集中营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香港这几天爆发也是非常厉害啊 这个非常可能就是为了推迟立法会选举找的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那么它这个数字当然由香港政府说了算 一天是一百还是一千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觉得很诡异吗 香港最近疫情突然爆发 所以我觉得美国确实是手上有一大把制裁香港的核武器 制裁中共的核武器 但是像目前这样不痛不痒的制裁 对新疆和香港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这两个地方基本上是保不住了 可以说 香港就是下一个新疆 甚至比普通的中国城市啊 比新疆还会更像集中营 更悲惨 就像一个网友说的 香港现在是刚刚解放 那么中共当然会在香港大开杀戒的 你刚解放的时候很多人不服嘛 对不对 该抓的抓 该杀的就杀嘛 该流亡的就流亡嘛 一年之后 平定了之后 你再来选举 那还叫选举嘛 所以我觉得呀 除非美国动真格的制裁 甚至给中共施加军事压力 否则没有人能就断了香港的沦陷 当然呢 美国现在命令的情况呢 也是很复杂 不管是传统的媒体调查呢 还是狐狸台的民意调查 川普的民调可以说是大幅度落后于拜登 情况是非常不妙的 昨天公布的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 GDP的增长数据 也是暴跌了32.9% 创下了80多年来的新低 那么美国的疫情呢 现在还在加重 而离选举的时间呢 只有三个月左右 那么这么短的时间 要修复经济 还要缓解疫情 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昨年狐狸台呢 居然直播了奥巴马的演讲 大家觉得 这是不是非常诡异 非常微妙的一个事情 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啊 而昨天川普 他建议推迟选举的言论呢 也在全美国是炸开了过 因为不管是在战争时候 还是大萧条的时候啊 可以说美国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 推迟过选举 除非是修改宪法 所以推迟选举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川普他也遛不过美国的体制 遛不过美国的反对派 所以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只能在11月初按时来投票 但是从川普的这个建议来看呢 也说明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不好 所以希望推迟能给他更多的时间 但是这点是由不得他的 所以从疫情之前的十拿九稳赢得选举 到现在不确定性是越来越大 可以说基本上是中共的武汉肺炎是毁了川普 所以川普要想在大选中翻盘的话 他必须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按照常规手段 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 所以这个非常规的手段 大家觉得是什么呢 根据国内的媒体公开报道 显示一架 隶属于美国空军E-8C的监视机 在7月20日早上经过台湾的南部海域 进入了南海 随后向西朝广东飞行了一段距离 离广东最近只有100多公里 在7月26日 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的P-8A海上巡逻机 也现身了东海 期间一度飞到了距离福建海岸 只有大约76公里的位置 那么这可能是美军的侦察飞机 离中国海岸最近的一次 而这是美国空军最近两周之内 第六次抵禁中国的侦察 频率之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国际上很多的评论文章就担心说 中美可能擦枪走火爆发军事冲突 那么不管这个可能性有多低 但是确实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 是存在的 而最近美军也是以双航母在南海 于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一些国家的海军 举行联合军营 同时美、日、澳、印四国的印度洋军营 已即将开始了 那么这些基本上都是针对中国 围堵中国而来的 两国的军事的紧张的局势 可以说持续的升温 就是中美两国 那么中国相应力 它也增加了对南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比如说加派先进的战斗机 进驻永新岛的机场 那么现在美军侦察机 又频繁的现身中国的近海 多家国内的权威媒体 就报道了有关专家的分析 称不排除中美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 之前的节目我都分析了 美国在武装日本 日本即将拥有147架F35的战斗机 和7艘轻型的改装航母 那么美国也在扩大预备役的征兵的人数 加上美国航母在南海的强势行动 可以说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的 而根据半岛电视台7月28日的消息 美国国家安全专家 詹姆斯·卡瓦洛他就表示 目前五角大楼正在努力 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并且提出了在未来战争中的七项原则 那么半岛电视台就指出 这样的构想可能会被视作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宣言 战争的对手当然是中国 因此卡瓦洛他提出了 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中 美军的七项原则 那么这几项原则是很有意思的 也许未来真能在中美战场使用 我们看一下 要保持美军的威慑力 他们认为 比起直接参战 美国的威慑力更为重要 一旦战争发生 美军要做的不仅仅是打败对手 还要消除潜在对手作战的决心 打消他们与美军对峙的勇气 这样将有助于减少冲突 我相信美军对中共还是有威慑力的 但是中共是否有和美军对峙的勇气 我觉得这点还不好说 现在国内都在鼓吹要和美国干仗了 前几天的一个军事专家就说 中国牺牲10亿人和美国打核战 可以干掉美国3亿人 最终中国还剩4亿人 美国已经没有人了 中国就赢了 多么疯狂 大家想想对不对 这种言论 而胡锡进 继前段时间之后 昨天他再次发表疯狂的发展核武器的言论 说中国要大力发展核武器 那么昨天还有一个军事专家也说 牺牲中国沿海的城市和美国打仗 可以说这些疯狂灭绝人性的言论的背后 不排除中共真的会像当初朝鲜战争一样 煽动国内被洗脑的炮灰 和美国打朝鲜战争那种战损比达到了200比200万的战争 确实是不好说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他是说要保持世界大国的视角 他认为美国是世界大国 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利益和国际责任 那么这就要求美军保持全球视角 发展更多的盟友 并且保证在任何一个战场开战 都能得到盟友的援助 在盟友方面 美国因为从德国撤军这件事情 可以说现在和欧盟的关系 已经是高度的紧张 而俄罗斯对美国撤军是表示欢迎 说德国是安全的 所以现在情况就非常微妙 这个行为也引发了北约的核心国家 德国是非常的不满 那么北约的离心力是开始增加 可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好消息就是 昨天日本申请加入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情报联盟 五眼联盟 虽然美国在全球盟友很多 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 这样的国家都是他的盟友 但是只有英语国家的五眼联盟 可以说是共享情报的 同时也是准军事联盟的限制 可以说美国最为依赖最为紧密的关系 那么这也算美国的核心朋友圈 如果日本能加入进来 确实是如虎添翼 不管对五眼联盟还是对日本来说都是好事 目前日本的申请已经得到了英国和澳洲的批准 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步如何发展 第三是他认为要保持区域的思维 尽量避免多线作诈 消费美国的力量 这点其实在伊朗问题上已经得到执行 当初伊朗的挑衅可以说是非常疯狂的 非常放肆 但是美国还是保持了克制 只是斩首了伊朗的一个高官 避免和伊朗爆发战争 可以说这样就有精力 全力应付中共 避免多线作战是比较明智的 否则如果伊朗战争再把美国拖下水 那中共可以说就会浑水摸鱼了 第四个是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避免在局部地区冲突中失败和损失 那么这个应该是针对中共说的 现在中共在香港 台湾 印度的边境 南海 东海 可以说是四处挑衅了 中美当然面临着随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卡罗洛提到的其他几点 关于军费盟友关系的 我就不细说了 美国建国只有短短的244年 其中有227年都处于战争的状态 那么这份第三世界大战宣言 或许正是美国所释放的一个信号 可以说是一个应对中美爆发战争的 一个总体指导思想 而更劲爆的消息就是 7月29日的凌晨 日本在独卖新闻披露了一条今天的消息 川普在7月12日秘密的计划 轰炸中国南海的荒野岛 那么这则消息是从白宫内部流传出来的 根据《华盛顿邮报》驻白宫记者 他的话来说 这则消息是确凿无疑的 为此椭圆形办公室的幕僚们 和五角大楼的鹰派 已经秘密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 只等待川普一审令下 就立刻复诸实施 对于轰炸黄野岛所带来的政治 军事和外交危机 川普团队已进行了周密的沙盘推演 我们不怕中国政府剧烈的反应 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巨大的反美浪潮 因为这一切都在美国政府所操控的范围之中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战争边缘政策 制定边缘对立 以求获得最大的边际效益 可以说这是爆出来的一段话 这则消息被报道出来以后 在国际上和中国的国内 也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很多人认为川普是疯了 对中国开战 很多人认为这是假消息 因为如果是真的 不可能被提前报道出来 日本独卖新闻的报道是 是否守时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就在这几天 美国总统所做出的一系列举动 我们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川普他为了翻盘 他必须要用非常规的手段 否则没戏 因为从川普的行事方式来看 轰炸黄野岛 绝非是空穴来风 从本月的二日美军两架军用侦察机出现在南海东北部的巴士海峡开始 可以说短短的一个月不到 从侦察机到航母 美军是动用了各种的载具 对中国南海海域一共进行了多达28次的袭扰和试探 强度之高是非常罕见的 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很明显如此高强度的试探 它必然在国际上引发美军 它到底目的是为什么的大猜测 脑洞向来巨大的日本媒体就根据这条消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美军极有可能会在三个月内轰炸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为大选造势 而美军在南海动物的可能性可以说也是越来越高 美军在7月13日他发表了否定中国南海主权权益的一个声明 就是蓬佩奥说的 里面的内容有一句就是说 已经自我设定了袭击无主权岛礁的法律依据 而如果美军对南海岛礁开展袭击 最有可能的是选择荒野岛 美军轰炸南海岛礁并非是起人忧天 因为早在2018年美军就已经有人在尝试这么做了 当年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礁的事情 引发了美国方面极大的犯态 当时美军一名高官叫麦肯齐中将 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就公然说 美军有足够的能力 而且也确实可以用武力摧毁这些人工岛礁 那么这个话一出 厉害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渲染大波巨大的反响 中国的断交部当然也是进行了谴责耻责 但是显然美国方面对此是不以为然的 而三个月之后 麦肯齐中将就容身为上将 把时间再倒退两年 还有国人更加熟悉的 美国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他在2016年也公开的说 美国做好了和中国开战的准备 可以说这都是非常大胆的言论 而且也是可以实现的 作为普通人我们总会习惯性的觉得 美国在南海向中国开战 这种事情是难以置信的 但是在作为美国鹰派大本营的美国的军队中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大有人在 一直有人想这么干 而且军衔都还不低 所以白宫方面真的会走出这疯狂的一步吗 大家觉得 如果我们把狼海冲突放入到整个中美冲突来看 那么美国轰炸黄野岛其实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 第一 黄野岛它是自然的岛屿 并没有常驻的人口 美国认为轰炸黄野岛它不会引发烂民危机 冲启量只是引发国际舆论的口诛笔法而已 这是第一点 第二 黄野岛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已经作为美国的靶场而存在的 曾经长达20年之久 那么轰炸黄野岛川普政府可以向美国选民 做出一个名正言顺的交代 而局限在于实力关系 中国真正控制黄野岛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第三 中国在黄野岛并没有实际的驻军 军事力量明显是非常薄弱的 平时只是派广东的海警 实行一些常态化的巡逻到黄野岛 同时向南海舰队 他也是时不时的派兵进行不定期的军事巡航 再有就是中国的渔民在黄野岛进行常态化的渔业活动 可以说美国正是筹准了中国力量薄弱的部位进行突击 这个胜算应该是很大的 第四点 黄野岛距离香港很近 处于中国的正南方 是整个中国南海的一个灯塔 那么拔掉这个灯塔 美国认为可以打击中共军队的锐气和士气 同时更在给执行香港国安法的特区政府 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 美国朝野都认为 拔掉黄野岛这个战略据点 可以阻止菲律宾杜特尔政府进一步向中共靠拢 第六 轰炸黄野岛 美国认为可以给南海地区一些国家 给他们信心同中共作对 同时破坏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巨大影响 迫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队 第七是突袭黄野岛 或者在黄野岛地区进行突然的实弹打靶训令 可以进一步挑战中国的南海主权 在国际上可以遏制中国迅速扩张的影响力 第八是美国认为突袭黄野岛 可以把战争有效的控制在局部的地区 从而不至于引发中美全面的大战 同时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 曾经轰炸过中共驻南宁蒙大使馆的美国政府 如果突袭黄野岛 没有谁会感到大惊小怪的 而我也认为川普他如果要想翻盘 轰炸南海岛礁是个很好的办法 既避免和中共的全面战争 错一下中共的锐气 同时也可以提振 因为疫情和经济下滑带来的选情危机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转移矛盾 给自己提振士气的一个手段 非常可能借这个机会 川普就实现翻盘 要想和中共干仗 不仅有美军 还有西兰方的印度 美俄全程为印度再开绿灯 根据媒体的报道 印度加快了对外军购的效率 向多个国家来求购武器 那么作为军售大国 美国提供武器的同时 还承诺可以提供贷款 以方便印度来购买武器 而另一方面 俄罗斯也在积极的升级战机 加快脚步 交付100架的米格-29和苏-30战机给印度 同时 俄罗斯1000枚空对空的导弹 已经抵达了印度 那么这些导弹的射程都在100公里左右 将装备在米格-29和苏-30战机上 同时印度宣称 从多个军事强国内里 都接受了大批的武器装备和弹药 包括法国的阵风战斗机 以色列的防空导弹 和美国的极光制导炮弹 那么这将大大提升印度的空战实力 让印度空军在未来中印边境 彻底掌握制空权 尽管目前来说 印度的空军在边境上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 所以综合来看 中美现在可以说已经被逼到走到了准战争的风口 川普要想对中共在新疆 香港南海的行动进行威慑 让自己在大选中翻盘 最需要的办法 也许是唯一的办法 就是放弃对中共的幻想 轰炸南海的岛礁 比如说黄野岛 通过这种手段来展示对中共的强硬 来打击中共的嚣张企业 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争取选民的支持 当然了 如果中共要扩大战争 那就更好了 这个红色的帝国基本上是要彻底瓦解的 我相信美国早就做好了准备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